LITTLE BUFF 森林王子 十八 森林巫师 死老虎躺在毛克力的脚边 我们必须快点弄 毛克力对阿克拉和格瑞布拉德说 我想把老虎的皮放在会议的岩石上 他们开始准备虎皮 突然狼们飞快地跑开了 毛克力感到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 布尔迪奥拿着枪站在那里 那只老虎的皮是我的 猎人大声说道 悬赏虎皮的钱很多 毛克力转了一下眼睛 我相信你打算给我一些奖励 嗯 我是最棒的猎手 布尔迪奥说 我不会给你任何奖励 你抓住老虎 只是因为运气好 他走近老虎 俯身仔细地看着 这只老虎和我是素敌 毛克力说 然后他挥了挥手 阿克拉 几秒钟后 布尔迪奥发现自己躺在草地上 一只大灰狼站在他身上 布尔迪奥惊讶地眨了眨眼 毛克力召唤了一只狼 这是最坏的巫术 他想 他吓坏了 像石头一样 一动不动地躺着 如果毛克力召唤更多的狼 怎么办 或者他把他自己变成狼或老虎 伟大的国王 布尔迪奥终于低声说道 嗯 毛克力笑了 现在猎人害怕他了 我是个老人 我不知道你这么厉害 我可以起来吗 你的狼会把我撕成碎片吗 你走吧 但从现在起 别来烦我 毛克力回答道 放他走 阿克拉 他命令道 布尔迪奥一蹶一拐 飞快地向村庄走去 每隔几分钟 他就紧张地回头看看 他回到村里时 告诉村民们 他看到了什么 毛克力和狼们 完成了准备虎皮的事情 毛克力把他藏在一棵树旁 然后他聚集起水牛群 把他们都带回了村庄 当他走近时 听见了很大的铃声 好像半个村庄的人都在门口等着他 村民们很高兴 我杀了老虎 毛克力骄傲地自言自语 他们一定在等着感谢我呢 可是一块块石头从毛克力耳边呼啸而过 愤怒的喊声不停地传来 巫师 三灵恶魔 开枪打死他 布尔迪奥 那把旧枪 汤的一声响了起来 但子弹没有打中毛克力 而是打中了一头水牛 那男孩又是用巫术了 一个村民喊道 他用巫术把子弹转了过去 村民们向毛克力扔了更多的石头 他弯下身子躲闪 努力不惊慌 阿克拉和格瑞布拉德跑到他身边 这就像狼群一样 阿克拉说 他们希望你走 毛克力 上次我被赶走 因为我是人 毛克力叹了口气 这次因为我是狼 就在这时 麦苏亚从人群中跑了出来 我的儿子 你的巫术故事是真的吗 当更多的石头在他头上呼啸而过时 毛克力弯腰躲开了 我不是巫师 麦苏亚 你知道的 你必须在他们伤害你之前离开 他说 有几个人朝空中挥舞着拳头 离巫师远点 麦苏亚 他们喊道 回到这儿来 不然我们也会用石头砸你 毛克力迅速拥抱了一下麦苏亚 感谢麦苏亚对自己的好意 然后他和两只狼 从人类村庄逃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